好,我们来讲这个有关于多项式的除法这个观念 那这个观念就是配合111年会考的第二题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项式的除法怎么做呢 我们先举第一个例子 2x平方加3x加1除以x减2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先把它写成这个除法的一个样子 2x平方加3x加1除以x减2 但请注意一下,你这个不要离太近 把每一个稍微间隔拉开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做 要来除的时候呢,一开始就先找第一个 第一项就对了,最前面这一个 好咯,你先看看,你先用猜的就好了 x要乘以多少,用乘的哦 x乘以多少会刚刚好等于2x平方呢 请注意这个x叫做1x 你先看数字,1要乘以几会等于2 那1就乘以2嘛,对不对 那x要乘以多少会等于x平方呢 就再补一个x 这时候呢,找到这个数字之后 用这个2x呢,先乘以x 就是等于2x平方 好,再来不要忘记哦,要再乘第二个 第二个呢,叫做负2 也就是说2x呢,要乘以负2 正负得负224 变成负4x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画一条线,用减的把它减掉 我们来看2x平方减2x平方 一样的自己减自己 就没了,就减完了 就没了,就对了 那第二个呢,请注意一下 这个是要用减的哦 所以叫做3-4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叫做3-4 3-4是多少呢 我在旁边笔记栏呢 先给大家算一下 3-4叫做3 减掉负的变成加的 3加4 所以等于几 等于7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旁边还有一个减哦 你不要忘记哦 3-4就是3加4 这等于7 7什么呢 7个x 7个x 这特别注意 这边是最容易算错的 减完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加1把它拿下来 好,再除 你第二次再除的时候还是一样 我们先找第一个数 第一个就可以了哦 1要乘以几 1x要乘以多少 会刚刚好等于7x 很简单 1就乘以7 而且这个7呢 不是这个负7 它是正7 所以你就写加7 好了,接下来你找到这个之后呢 用正7呢 先去乘以这个x 所以就会变成是7x 好了,再来这个7呢 你再去乘以第二个 7再乘以-2 正负得负 724 好了,请注意哦 你这时候呢 画一条线 记得哦 这边是用减的哦 7x-7x就没了 好,再来 这个1呢 1-14 1-14是多少呢 我们旁边算一下 1-14 那就是1 减掉负的就是假的 1加14 那就等于15 那就等于15 好了,最后算出来呢 就是15 那这个15呢 写在这个地方呢 叫做于4 那写在旁边这里的 这个x-2叫除4 我们在做多项式的除法呢 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于4的次数 一定要比除4的次数呢 要小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于4没有x 没有x呢 就是0次 这就是0次 那这个除4呢 请看一下 这个除4就是x-2 x-2呢 就是1次 0次 小于1次 我们就除完了 所以我们这个规定叫 于4的次数 一定要比除4的次数 小 好,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算是做完了 这一题的这个 最后的结果呢 这个桑呢 叫做2x加7 于4呢 叫做15 那这一题我们就算是 就把它解决了 我们再看第二题 这个第二题呢 叫做2x平方 加3x除以x平方 那这个题目呢 跟111年会考的第二题呢 是类似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除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 我们就找第一个就好了 这个x平方 叫1x平方 你先猜猜看 它要乘以多少 会刚刚好等于2x平方呢 很简单 它就乘以2 这个英文字呢 这个x呢 都不用补因为都是x平方 找到了以后呢 2乘以1x平方 就是2x平方 然后呢 画一条线把它减掉 前面呢 就是2x平方 减2x平方 就没了 再把3x拿下来 好请注意 当你算到这边的时候呢 这个余式呢 这个3x呢 它的次方是一次 那这个除式呢 它是二次 一次比二次小 算到这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最后就知道 这个除完之后呢 这个商呢 就是2 这个余式呢 就是3x 好 这个多项式的除法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sel verst个大项式的除法 積乘 更多 does низ Agenda